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Facewill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做一下本日的美股收盘总结 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大盘的一个大概的走势 今天的话三大指数全部都是高开低走 这个运行趋势有点出乎人的意料 似乎4月13日星期五这个黑色星期五真的是发挥了它应有的效力 大盘还是往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 早盘的时候其实有利好消息出现 盘前摩根大通代号是GPM 花旗银行代号是C还有富贵银行代号是WFC 这三个银行股全部发布了业绩 也是揭开了这次财报机的大幕 参加公司的话业绩表现都非常良好 其中摩根大通的话更是营收盈利双双超过市场预期 运行的非常稳健 也符合此前的摩根大通的分析师所提到的 可能银行股的盈利能力的超乎市场的想象 但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业绩却并没有给市场带来太长时间的一个向上运行的动作 像GPM的话盘前一度上涨1% 但是开盘之后迅速高开低走有涨转跌 并且拖累了整个银行板块乃至金融板块的表现 今天世界上金融板块在盘中是一度领跌的 标普在盘中的话早盘时候高开冲到了2670点上方 之后迅速回落跌回到了2660点附近 并且盘中一度跌破2650点 如果不是尾盘的向上的拉升的话 可能今天标普会收在2650点下方 现在只是勉强建设在2650点这个整数位置 此前市场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强势的趋势 并没有能够向上产生太大推动作用 另外早上的经济数据方面也给出了一定的负面信号 早上消费者情绪指数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 虽然说很多分析师认为这个回落是由于三月份走得太强 而导致四月份出现了一个季度性的调整 但实际上有部分分析师认为 这个数据和昨天发布的相对偏弱的世界金手势人数 意味一起都暗示着美国就业市场可能会迎来短暂的一个降温 但是这个还不能构成对整个美国经济的一个威胁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的是另外的经济数据方面也有相应的走弱的表现 所以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情况 可能在这个之后下周的话市场仍然会在2650到2670之间进行一个来回的波动 如果说在此期间还有利空消息出现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大盘向下运行了 这是目前市场的一个状态 另外我们还要看一下当中商品的情况 当中商品的话今天首先黄金 黄金的话在隔夜的时候出现了一定程度上涨 这个上涨显得比较奇怪 市场并没有明确向上推动黄金的理由 只是说叙利亚局势可能进一步紧张 包括中国在台湾地区进行了军演 也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市场的关注 所以说黄金从在今日内一度逼近了1350美元 随后出现了小幅度的回落 但基本上维持在1340美元上方 而原油的话则继续走强 走强原因仍然是中东地缘趋势的一个紧张 这个走强的趋势会逐渐的往上推进 而且原油这一波涨势可以说非常强劲 盘中几乎没有看到什么调整入场的机会 此外当中商品今天我们要多说一个是VX指数 VX指数在今天表现的非常奇怪 它的指数期货在盘中时候呈现出的是大盘下跌 它并没有出现很强的上涨 这是本身是一个牛市信号 而这又和大盘给出的避险板块领涨 小盘股指数领跌的这样一个熊市信号 针锋相对 这两个信号到底哪一个是针 现在给了市场极大的一个迷惑性 我自己也在这方面感觉到了很困惑的一个地方 不知道之后市场运行节奏会怎样突破 可能这样的趋势也会延续到下周一或者周二 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比特币的运行趋势 比特币的话在经历过昨天早盘的一个风涨之后 今天开始起稳 但是起稳之中稳步上涨 比特币的占稳到8000美元以上这个整数关口 同时的话以太币也重新站稳了500美元以上的这个位置 基本上的话都有了明显的上扬 其中像这个以太币之前跌的很 现在涨的也多 几天的涨幅就已经超过了20% 这个呢是目前的市场里头表现最强势的一个 大币种之一了 那么除此之外 比特币概念股呢 在比特币的提升下一度都有比较不错的表现 像GPTC的话 今天涨幅呢 也是一度超过10% 重新站上了13美元 突破了此前的压力 但是OSTK表现色比较弱 冲高回落 所以说呢 我们仍然没有等到这个理想中的一个入场的机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说法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